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美国在台协会前执行理事施兰奇日前表示 美国政府关切台湾2016总统大选结果 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影响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应对两岸政策对外说明 以降低外界和台湾内部对她的疑虑 施兰奇强调 民进党不一定非得接受九二共识 但得了解议题的严重性 不可能轻易搁置 应尝试缩小两岸歧义 对此蔡英文表示 民进党的政策就是 两岸必须和平稳定 它会尽力维持现状和各方沟通 美国在台协会前执行理事施兰奇 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角逐2016总统大选表示看法 她强调蔡英文上次 以总统候选人身份访美 并未具体说明两岸政策 美方对她能否维持两岸稳定 抱持疑问 蔡英文今年计划再度访美 谈论两岸议题被视为 和美方的重要面试 施兰奇也提醒 蔡英文可用自己的观点 定义两岸关系 尝试缩小其意 但回避或是模糊带过 恐怕不会轻易过关 施兰奇过去担任美国在台协会 执行理事长达15年 在处理美台关系上 具有重要地位 她向来作风低调 谨慎与媒体应对 这次首度公开 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 表达关切 也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中央社记者廖汉原 华盛顿报导 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 23-24号将在华府举行 外貌协会董事长梁国新 将率团参加 并且带领产业界游说美国 支持台湾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对此美国商务部次长 赛里格表示 台湾今年再度派出庞大 代表团出席令人欣慰 至于台湾参与TPP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但美方无法单方决定 而且台湾并未安排在 第一轮名单当中 我们非常感兴趣 台湾的领导 选择美国 中国人们有了 中国人们对他们的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有所深刻的 有所感兴趣的 一切 提到 在台湾 参与国家 参与国家 一切 二切 我们希望 突然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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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從這個角度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關鍵 我們希望所有國家 做這些事情 他們需要做成的 進行參加進行參與 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 是美國總統歐巴馬 提高投資 創造就業機會的重要活動 今年Google與日產汽車等 全球企業領導者都將出席 中央社會的廖漢園華盛頓報導 美国经济好转 商务部积极招商 近期在首府华盛顿 举办投资高峰会 希望吸引国际投资 台湾有65家企业报名 多达88位企业领袖预定出席 规模比过去倍增 不管说从加速 或是真正参加业者的人数来说 都是倍数成长 所以我想美国商务部官员 非常非常开心 觉得真的是台湾非常的support 中美代表处表示 美国过去劳工和能源成本过高 不是产业投资标的 不过近年来 美国开发油业盐 能源成本降低 加上科技人才充裕 投资环境显著改善 台商对美投资兴趣增加 厂商这次是真的看重 美国的投资环境 所以而且整个国际环境的 经贸的情势都在改变 大家在做布局的考虑 是真的是在做布局的考虑 美国举办投资高峰会期间 台湾代表团预定由外贸协会领军 带领半导体 工具机 钢铁和生技等产业的负责人 和高阶主管访问纽约和华盛顿两地 和美国企业领袖就 亚太经济区域整合 创新趋势 投资和产业合作等议题 交换意见 中央市记者廖汉原 华盛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中华职棒2015年球季热闹开打 也是终植进入第26年球季 主场Lamingo桃圆队迎战中信兄弟 开幕赛入场人次超过一万八千多人 打破历史记录 终植各队展现新风貌 吸引更多球迷 说Lamingo大受5G带动全场 开幕赛挑战新噱头 让主播徐展员从45公尺 高空喊跳 卫星球季投出第一球的开球嘉宾 则邀请罕见疾病患者林子齐 带着爱与勇气的他 一上场就让全场球迷改分万分 许多朝远的混购精神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像中近王乡长川雨薰的 用不放弃 林子齐用自己的故事鼓励球迷 也给予球员力量为他们加油打气 开球仪式后桃源队球员陈雨薰走向前 为这位生命斗士带上属于他的职棒冠军戒指 假如没有人鼓励没有全部这样鼓励 可能有这个戒指也没有什么意义吧 对啊 因为付出是人与人之间最怎么样 就是最感动最值得 星际球战开出亮年的票房 场内打的火热 场外活动也热闹万分 让本季球赛回春气氛浓厚 中央社记者张欣伟 桃源报导 中华职棒统一师羽翼大犀牛队主场开幕战 在台南棒球场开打 近超过五千人进场 所以邀请831乐团开场 为今年赛季摇滚开幕 赛前831成员轮流开球 尽管有人丢得不太好 但能担任开球嘉宾让他们都很兴奋 其实我从小时候就喜欢看同一师比赛 然后这次能够回来开球 其实我觉得非常荣幸 很幸福啊 然后我家人全部都来看了 就觉得很开心 那刚开球的时候 我想我应该是丢最好的吧 希望831要接下来 也能够为台湾职棒带来非常好的 开始的一次 然后接下来就一帆风顺 桃一师今年除了专属啦啦队 UNI GIRLS带动球迷一起加油外 还多了桃一师胜利女神 在比赛开场迎接狮子军当日先发选手 另外为了因应球季开幕 并配合台南市政府 七月举办的12U世界少棒赛 场面还有涂鸦创作 和来二师座椅等装置艺术 吸引球迷拍照留念 我们今年最大的改变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我们台南有三宝 古鸡 美食 统一师 所以我们利用我们台南球场的特色 那我们把整个我们的棒球大道做彩绘 来吸引更多的球迷 或者是来台南观光的一个游客 中华职棒开幕战 各队利用机会推出周边商品打出新噱头 球团希望能借此拉抬观赛人气 抢工商机 这张社记者张新伟开南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将于3月26号举行 今年的主题 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演讲 亚洲多国领袖引邀出席 前副总统肖万长也将出席论坛并与习近平会面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红磊表示 今年博鳌论坛将聚焦在 区域合作、产业转型、政治安全及社会名声等议题 希望借此促进亚洲和世界的交流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咨询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